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向神祈祷。 亲爱天父上帝,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也都为我们的国家,向你认罪。 当我们见到有很多的议案、法案被通过,但都不合你心意的时候,主,我求你恩着耶稣基督的念吻,射灭我们的国家。 我们知道你的眼目拆开每个人的行为,我们的罪孽、武法在你面前隐藏。 我们同心合意呼求,我们愿神祢的施恩拯救,带领我们的国家回到你恩典的当中。 主,今天仍有很多人民因为严重的疫情而陷入不安无助的当中,求你医治这个国家, 医治这个城市,医治里面的人物。 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日都有新的盘望。 让美国的教会都有这样的盘望。 我们特别将湾区的教会摆上。 在这个疫情里面,主要有很多的信徒都失去了健康的教会生活。 他们的内心变得孤单,他们的信心变得圆弱。 主要我们求你,联敏,施恩,医治,临到他们每一个的信徒当中。 在软弱的时候,求主你赐下力量给他们。 在黄空的时候,求你赐下平安给他们。 也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不少的朋友认识会脸教会。 我们都将他们摆上。 愿透过会脸网上的敬拜课程小组,让他们能够和主你有更美好的关系。 愿圣灵厚厚囂灌在他们身上,更新他们的生命。 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思考生命的意义,去明白你的真理,经历你奇妙的大难。 祈祷奉主明求,阿们。 今天我们来到提多书的第三章。 而第一节是这么说的。 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力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7月,南加州有一座教会,他们就released a statement, 他们就说他将会违反政府颁下来的实体的敬拜的限聚令。 他们认为这个病毒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或者没有报道当中那么严重的。 而且政府不让他们,或者不让教会有这个实体的敬拜,实在是间接迫不忍记录图。 而根据7月26日他们的崇拜里面,我们见到他们在网上, 我见到他们,很多人都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而且没有这个口罩。 而教会里面的人,也都不太在意。 当我看到这段报道,或者见到他们的实体的敬拜的时候, 我有以下的问题在我心里面。 我在想,究竟在网上敬拜是否不合乎圣经呢? 而耶稣会怎样做呢?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不会坚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实体的敬拜呢? 而耶稣也颁布了一个命令给我们, 要我们爱我们的轮舍。 那难道我们轮舍的福祉, 不是我们应该要特别的关心呢? 而且加州或者加利福尼亚州, 并没有无限期禁止实体敬拜。 而我继续在网上见到一个浸讯会网络的新闻, 英文叫做Baptist News Global。 那他在网上里面, 就有一个七月的Newsletter, 可以这么说。 那通讯录那里, 他有一个很大的标题。 那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 How does pastor love the Bible, but not his neighbor? 如果直译的, 就说, 南加州这位牧者爱圣经, 但是不外他的伦舍。 那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爱圣经, 也都爱我们的律舍。 而在第一节里面, 也都提醒我们, 要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让我们对教会, 和对我们的律舍, 行各样的善事。 令到他们身心灵, 都是有益的。 念主祝福各位。